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应对疫情如此混乱呢 回顾过去的一年 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领导人无视科学警告 刻意淡化疫情风险 时任美国政府领导人 不仅对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的各种警告置之不理 反而专注于控制信息传播 甚至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民众 导致防控疫情的黄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费 政府选择不作为导致疫情失控 即便疫情已经在美国大范围蔓延 特朗普政府却依然急于重启经济 使得病毒传播的重灾区 从最初的纽约地区向南部西部扩散 并最终扩散到全国其他地区 并且未按照卫生专家建议实施强制口罩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评论称 由于缺乏全国性的指导方针和组织领导 各州只能自行歧视 甚至不得不相互竞价争抢医疗资源 这也导致戴口罩等指令混乱 疫苗分发以及接种乱象频发 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 处境艰难 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 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 六分之一美国人 四分之一美国儿童面临饥饿威胁 弱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